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JJ斯敦房屏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道房子呢 是一套二手房 但是这套二手房特别特别的美 这套房子就是院子不大 然后房价不是很贵 但是在每一个方面都是极好无比的 它的院子非常的漂亮 有很漂亮的室外厨房 有很漂亮的泳池 还有一个小鱼塘 然后它的这个内饰的设计很高档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非常高档的写的这个大理石 台面还有非常高档的高端的这种炉灶系统 所以它每一个细节上 都能体现这个房子的这个品质 而这个房子的定价只有不到60万美金 然后这个房子的地税也相对不是很高 然后雪区非常的好 又在华人比较多的这个区 离中国超市都非常的近 生活非常方便 而且这个房子很安静 然后它的后院虽然有邻居 但是非常的安静 整个小区的房子都是那种比较大的 比较高端的小区 在这个小区当中 它不太到60万的报价 是非常非常的良心的这种 左而言之性价比特别的高 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房子吧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 一二三 这样L型的三车库的一个构造 一进门 您就看到右手边这样的一个旋转楼梯 然后左手边是一个主餐厅 再往右手边这边来看 是一个卧室 这是一楼的其中一个客卧 客卧的旁边有一个泉浴 然后再往这边走 这个门就是去车库的门 那现在我们回来 好 我们进去看一下 正对着的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书房 所以一进门看 没有看到客厅 客厅是藏在里面的 我们看一下书房这边 全实木百叶窗 光这定制百叶窗 就要一万多美金 望出去 白窗外面望出去 就是漂亮的院子了 好 我们现在往里走 走到里面 这边呢就是一个早餐厅 然后看到这边是一个大厨房 非常非常高档的大理石台面 非常高档的炉具 然后上面是没有中式抽油烟机 但是也可以换 因为它最上面是有烟道的 所以可以换成中式的抽油烟机 然后再往这边走 有备餐台 洗衣房 这个门也是一个车库的门 这是厨房要用的储物间 然后再往前走 才来到这个大客厅 包括它的屋顶都有这种雕花 因为我在背光的这一面拍 所以总会觉得房子没有那么亮 其实房子是很亮堂的 因为你看我从这一面来看 房子一下就亮堂多了吧 这样的话我就不太背光了 就这样设计 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有一个窗户 所以呢这个客厅有两面窗户 看上去客厅就格外的亮堂 好 现在我们去一楼的另外一侧看一下 另外这一侧呢就是主卧的位置 主卧很大 所有的窗户这个百叶窗都是石木百叶窗 体现出房子的高档 这就是主卧 主卧有一个通道外面的门 一会儿我们出去看 先看主卧的洗手间 这个主卧的洗手间也非常的漂亮 主卧洗手间的大理石台面 是非常高档的大理石 然后有一个巨大的淋浴间 这个淋浴间双人公寓 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按摩浴缸 在我这边走是马桶间 再走进去 一个很大的衣帽间 现在看看 就这样子的衣帽间 好 现在呢我们就去院子看一下 院子是整个房子非常亮点的部分 首先一出门有一个这样大的派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院子 院子虽然没有很大 但是非常的美 我们从这边来看院子 种的花花草草 你不需要再割草 然后很漂亮的方形泳池 再往前面走 就是一个很美的室外厨房 做了这样一个木架子 下面做了室外厨房 不仅美观 而且还可以爬上那些爬山虎啊 或者是你想爬上的植物 非常的美 包括再往那边看 还有一个小道一样的 林荫小道 是不是很美 然后在这边呢 主人还在泳池旁边 做了一个渔池 你看年年有鱼 里面有几条井里 哇 好美啊 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泳池和院子 太漂亮了 美不胜收 好了 现在先让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因为这个院子太美了 所以我今天看房的顺序 有点被打乱 看完一楼就来看院子了 其实我们也看完一楼看二楼 看二楼再看院子了 对吧 好 我们现在去二楼 上了二楼之后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间 台球厅 然后它这边加了一个酒吧吧台 过来看看 它这样加了一个酒吧的吧台 然后 就这样一个设计 台球厅出去 还有一个阳台 这样的一个阳台 可以在阳台下 看到这个美丽的小院子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再往这边走呢 哇哦 真是家里还有这种游戏机 好棒 一个非常专业的放映厅 你看它的放映厅的阶梯状 一个一个阶梯状 这样做的 完全就是一个 一本正经的家庭影院 好 我们去另外一面看一下 另外一面呢就是客房和休息的区域 那我往这边走看 这儿呢 有一个暗阁 其实这是一道暗门 本身它是一个那种 那种书阁 然后你可以推开 其实里面还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小房间 这个房间用来给孩子写作业了 但是你也可以用来放枪棍 各种各样的你想藏起来的东西 然后呢这边就有三个卧室 每一个卧室都很大 这是其中一个 还有第二个第三个 那我们从这个开始 这个卧室和另外一个卧室 是共用一个洗手间的 我们看到过很多这样的设计 然后再到了另外一个卧室 它的卧室的面积都很大 那这个卧室的顶上 有这种闪闪的亮片 像星空一样很美 这是专门为女儿设计的吧 好漂亮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卧室 然后呢从这边出来 再往这边走一下 就是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单独有一个洗手间 好了这就是今天 我们要看到这个房子了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非常感兴趣 或者喜欢这个房子的话 可以随时打电话 或者加我微信联系我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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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